韩信最诡异的奇谋 韩信最诡异的奇谋 相传为神灵传授 曾国藩直言 此即不可能存在 提到韩信 大家都会想到他的用兵如神 但是他用兵神到什么程度 今天笔者就给大家讲述一个韩信作战生涯中的一个奇谋为水之谋 一个被众多史学家质疑 甚至包含神话色彩的战役 公元前205年 刘邦的军队不敌项羽 被打逼落花流水 在这关键的时刻 刘邦听取了萧和的建议 重用了韩信 并且封他为大将军 这韩信在受到重用之后 十分感念他的知语之恩 就带领这大军反击储君 在山西将他们打败 而后 韩信一鼓作气 接着带领刘邦的军队南征北战 打到了齐国 正当韩信攻打齐国时 前方突然传来齐国想汉的消息 原来在此之前 刘邦就派遣手下 说客利益击去齐国 说服齐王归汉 既然成了自己人 那就没必要打了 不过 韩信手下的谋士快通 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 将军受罩击齐 而汉毒发奸使下齐 明有罩指将军呼 得以得无形 史记怀音喉传 快通一语切中要害 领导的命令是让你攻其 虽然他又派遣使者说想齐国 但是却没有下诏让你停止 既然如此 就要尊重命令 按照命令形式 就算失败别人也说不了什么 可违背命令形式 就算成功了也得不到好处 甚至会被有心之人利用 韩信听后也是犹豫不决 快通趁热打铁 又说了一个让韩信无法拒绝的理由 将军这几年努力打下的几十座城池 还不如一个书生的口舌吗 韩信听罢 果断发兵进攻对汉军没有防备的齐国 可怜的利宜姬正在与齐王饮酒作乐 等到兵临城下之时 齐王认为利宜姬欺骗他 最终将他处死 然后逃跑 并且向项羽求救 项羽囤王很大 他认为韩信多年征战 长途跋涉 士气早已疲蔽 正是吞下他的好时机 因此 直接让手下的大将龙居 带着自己的二十万大军 去解救齐国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刘邦手下的韩信 竟然如此犹犹犹 以一招神迹 反而将自己的二十万大军全监 齐王迎接龙居的军队 将他们安排在今天的高密 而韩信就带着大军隔着围水 与他们遥遥相望 龙居的手下曾给他出计 汉兵远都穷战 其风不可当 不如身臂 令齐王使其姓陈昭所王成 王成文旗王在 楚来就 必反汉 汉兵二千里克居 其成皆反之 其事无所得实 可无战而响也 前面提到 汉军长途跋涉远离国土 虽然刚刚将齐国攻下 但是土地人民根本还未完全掌控 此刻最好的方式就是让齐王派遣亲信招抚故土 齐国百姓知道他们的君王还活着 自然会联合起来对抗汉军 如此一来 汉军无后续攻击 投降是早晚的事儿 然而 蒲遂主上 这龙居虽然也骁勇善战 但是却和他的主公像羽一样 龙莽高傲 根本不听手下认券 他自以为曾经击败国英部 也看不起这个简陋 才攻下其国的韩信 最重要的是 他认为采用此剑而让韩信投降 彰显不出他的功劳 因此果断拒绝 不过龙居确实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的兵力远超韩信 于是叫嚣着让韩信出兵 与之会战于围水河畔 韩信不敌 然后逃走 龙居见状大喜 故知性窃也 追击而去 当储君半数进入南北近四十里的河滩时 韩信忽然掉转码头继续迎战 并且远处传来三声轰鸣 不多使河水猛涨 汹涌袭来 储君大坝还未渡河 瞬间被洪水吞噬 就连惨叫声都淹没在浪潮之中 原来 在交战前的晚上 韩信就命人下令 韩信就命人下令让士兵准备数万个布袋子里边装满泥沙 安排人运到了围水的大孙蒙村东十里 世子园村西二里的渠河为河会流处 把围水的湍急河流堵住 并且派冠英组织人砍完根母仙 待河水下降后全部埋入正宫村北开阔的河滩上 留下通道做好暗计 等到时机成熟 立刻放水 冲散了储君阵营 慌乱中储君被沐仙插死者无数 不到半个时辰 农居战死 不得不说 韩信的维水之谋 确实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个杰作 韩信完美地发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作用 也许是这一计谋太过完美 所以后人在军事战争中纷纷效仿 但是无疑因为失败 要么是堵不住水 要么是水的力量不大 反正都没有效果 曾国藩更是直接断言 此季乃是司马迁杜传 不可能存在 并且说道 沙能庸水 架可渗漏 旁可横溢 自非心弓岩塞 断不能铸成大雁 所以大家就开始质疑 这神迹到底是真是假呢 不会是为了夸赞韩信而杜撰的吧 甚至 民间流传出一种神话版 说是这条计策是韩信祭拜黄石公巷时 被神灵所授 这条计策之所以能够完美实施 也是神灵保佑 但是 笔者在分析之后 发现 围水之战很可能是确有歧视的 首先 据史书记在 韩信攻打齐国是在冬季 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东 所以依据山东的气候 围水在冬季的时候 水流量可能会大大减少 而韩信又让人准备 数万个泥袋子来阻断河水 有些漏水的地方 也能不很快结冰 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性将河水拦住 并且 韩信誓让士兵在接到龙居的挑战后 立刻就堵住上游江水 即使水量不多 经过一夜的积累 也完全可以在第二天发挥作用 即使不能将储兵全部冲走 起码也可以将他们困在江心 让他们军心打乱 所以说 韩信的维水之谋 可能在历史上却有歧视 向后人如曾国藩等人 效仿这个计谋失败了 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季节 水流量 水的瞬间爆发力量等等 这也就从侧面轰托了韩信这个人的才能 在几千年前的古代 就可以想到关于物理方面的知识 并且灵活运用 可谓是一位天才降临 每日更新 欢迎讨论 啊 了解